門片其實有一個問題 這個你可以看到木頭的原色 上色是除了美觀之外 它還有防蟲的功能 水怎麼樣 都沒有辦法從這個液水孔去流出 面板只要一上去就不OK了 你看喔 對 就按不下 我是覺得說算是蠻重要的 為什麼他不會沒有去注意這一塊 對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香三文 我是Ted 今天的行程要去燕屋 燕的呢是保家集團在桃園龜山區的案子 那以往大家都說保家會有很多問題 然後我們這次是希望實測給大家看 那一個案子的總戶數應該是300多戶 那如果300多戶裡面我們有做了二三十化 我覺得這樣子結果會比較貼近真實 不會說是抽一戶剛好是有問題 然後大家就把它罵爆 那保家旗下的個案呢 大家說他們就是量率比較差 漏水的問題多 那其實比較大部分的產品是以價格取向 賣價是比較貼近市場可以接受的價格 品質應該就是依政府規定 可以發使用執照為主 我們是把我們這次所有厭惡的結果 會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現在疫情都有五個人數的控管 那待會就是我們的攝影師呢 陪著燕屋團隊 然後陪著消費者去檢驗他們房子的屋內狀況 那我們就直接進到下一個橋段 接下來我們請三五燕屋團隊的Andy來講解燕屋過程 好那一般我們燕屋呢 第一開始會遇到的就是配電箱跟弱電箱的部分 現在看到我們的水電師傅啊 他現在做一些檢測 那我們來問一下我們的阿比哥 一般啊在配電箱這一個部分 會常見的一些其他相關問題大概有什麼 最常見的就是說 它的螺絲的每一個點 它鎖的不夠緊 不夠的話它就會發熱 臭虛會造成危險 其中有一個N像 它的鎖點等於是鎖到滑牙 重點就是說它鎖不死 但是也拔不起來 所以我就只好從這邊把它截掉 再重新上端子 然後再把它移到別的點 再把它鎖死 通常配電箱旁邊一定會有這個叫做落電箱對不對 網路一般來說客廳還有主臥還有房間 以這一戶來講至少會有五個點 然後我這要測試說 它每一條網路線 它插的點有沒有斷線 它這要少一個燈就不行 這個要測試它的插座 相位對不對 這棟大樓來說 緊急插座 它有發電機的部分 電視冰箱跟落電箱是吃緊急用電 那目前落電箱有發現任何的問題嗎 目前是沒有 來這個是有缺失的部分 就是說裡面的線沒有整理好 它塞得不夠平整 所以說你面板裝上去之後 它會把它撐開來 這樣都ok的 可是重點是 你面板只要一上去就不ok了 你看喔 對就按不下 那你只要拔起來又可以了 它線沒有整理好 現在是我們的燕屋師傅 他在敲擊這個空骨音的部分 就是說磁磚裡面是否有空氣 它的密合不均勻這樣子 我們水槽上方會有一個溢水孔 但是我們現在發現水 怎麼樣都沒有辦法從這個溢水孔去流出 那它會從水槽一直滿 然後滿到直接流到外面的地板 Walky保溫杯是紅點設計師的簡約作品 除了有雙層不鏽鋼超強保冷保溫 還有超細毛孔的太陶瓷表層 完全不會沾色卡位 賀珍奶也不用害怕 搭配嬰兒奶嘴同等級矽膠吸管 珍珠可以全數通過 最後隱藏式把手讓你攜帶方便 大咖購物提供全台最優惠方案 趕快點擊下方資訊欄連結下單吧 好那我們現在 厭屋厭到一半 臨時狀況 就突然發生了一件事情 剛剛厭到一半 忽然無預警停電 那因為這邊 據我所知 它是臨時用電啊 因為我到地下室去看 確實它台電也還沒封錶 不算正式電啊 但重點是 日後如果說台電封錶之後 它電是不是還是這樣子 因為這邊的通病就是說 220的電壓不足 造成220的設備 因為壽命會減損 電壓不夠的話 它一直起動一直起動 會很耗電 那我們現在發現 門片其實有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門邊 它這邊啊 這個你可以看到木頭的原色 那照理來講啊 這個部分是必須去做一個上色的 那上色是除了美觀之外 它還有防寵的功能 一般來說 公務都會先跟業主說 這個之後會再補色啊 上色之類等等的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要注意說 我可能覆驗的時候 他們真的旁邊上色了 但是上方的地方一樣沒有上色 那這個是大家比較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好那我們一般來到廚房啊 基本的外觀污損刮傷會檢查之外 我們也會測試說 所有的這些開關功能 然後再來就是看門片這邊有沒有停整度的這個感覺 好那再來就是一些台面 好跟旁邊吸力抗收邊 還有所有的污損 那剛剛這一個水槽 我們有已經做液水測試 全部都有通過 那再來我們這邊有遇到一個 蠻加分的一點 就是說 它的每一個門片啊 它都有緩衝 包括它的抽屜也是 好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窗戶的這一塊 只要是有做貼紙助記的 就是代表說玻璃有一些污損的部分 像是一些油漆的粉末 那像梁柱這一塊啊 我們除了看它表面有沒有污損 那有沒有裂痕 那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空鼓音的部分 那像現在我們上面可以看到啊 有打叉叉的 代表這個就是說 這一個區塊就是空鼓音 那我現在實際打給 大家聽聽看它聲音上的差別 這個是有空鼓音的 然後這是沒有空鼓音的 那大家應該蠻好奇就是說 如果像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建商一般它會怎麼樣去幫您做處理呢 通常像這個大叉叉 它是範圍比較大的空鼓 它會在左邊跟右邊各鑽一個孔 用一種特殊的工具 然後把水泥攪拌之後 然後用擠壓的把它擠進去 會有一個填充物 對 幫你把裡面的空氣去做一個填滿 因為你填的時候 你空氣還是要往外跑 所以說它鑽兩個洞 一個是要灌漿的 一個是要跑空氣的 讓空氣跑出來 對 我們阿比哥可不可以跟我們稍微解釋一下說 漏水這一塊我們平時會去怎麼去做一個檢驗 就是從室外去噴那個水柱 然後盡量是在它的周邊 然後噴完之後 我們再用熱顯像儀去檢測它會不會滲水 有沒有藍色這個 它溫度比較低 它這個水的部分 窗框你會看到這一條直線有沒有 如果會滲透進來的話 它那個藍色的部分會貫穿這一條線 那一般我們在衛浴的這一塊 只要是有維修孔的地方 我們也會特別就是爬上去看 維修孔裡面的排風管 有沒有正確的去接出 跟確認說這邊是否有單層排氣 那一般我們遇過 它其實是有排風管的 但是它沒有接到正確的一個管路 它就只是把管放在天花板裡面 這樣子而已 另外就是說 這個部分有一個黃色膠帶 我們會讓就是業主知道說 這一塊呢 就是你房子的水的開關法 讓你知道說可能後續啊 你需要換水龍頭 或是一些設備上的一些修繕 業主本身你們自己可以直接 從這個維修孔爬上去 直接把它關閉 這樣子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回到棚內訪問阿比哥 本建案其他戶別還有遇到什麼狀況 現在我們請到我們燕屋的總指揮 就是阿比 好跟我們聊一下整體的燕屋狀況如何 因為我們燕的物數也不算少啦 對 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燕了這麼多 還有其他的案子 比起來他們的狀況算是怎麼樣 一樣的東西 會有不同的工種 所以品質不一樣 例如油漆 譬如說這一棟 它還OK 那另外一棟 哇那就不看入幕 就整了很長 所以跟棟別也有關係 對可能是不同的包吧 它那種缺失是嚴重到 幾乎要整個重做 連劈圖要重劈這樣子 幾乎就是隨便劈上去 連磨都沒有磨 然後也噴漆 對 所以好的也還不錯 對 但是撐吃不齊 對 水電的部分像開關箱 我最常檢查到的就是說 它很多縮點都沒有縮緊 甚至我碰到有總開關那裡的 那是最重要的 螺絲可以轉到三圈 那應該是可能鎖的時候 露鎖一卡對不對 對對對 但是那比較危險 排水的部分如何 衣物比較多 可是那個好解決 再來一個是因為他們的電 現在是用磷子電 也是磷子是水對不對 水壓也不穩定 水壓不是很穩定 減壓站的部分很多都是 減壓閥的那個水壓表都是壞的 是我們有自己用我們的水壓表去測 才知道 它那邊的優點就是說 地板的空腹音很少 我們常常見到就是連一個都沒有 這個部分算蠻OK的 它還有一個比較通病就是說 他們的廁所都沒有門子 就是說門片打開 它會有一個橡膠去 會去頂嘛 就是不會敲到 它都沒做 廁所都沒有 然後它的門法都直接裝到那磁磚的牆 照理講應該要有 為什麼 因為五金你一天到晚去裝那個磁磚 因為遲早會 不是它壞就是它壞 不應該是這樣 可是門子的那個項目屬於建議啦 它不是缺失對不對 可是我們會把那裡的缺失 因為正規來講 你門打開就是不應該五金去裝產品 因為我們阿比是比較嚴格啦 但是其實要以建商自己的內容為主啦 還有主要電壓不足 就是因為它沒有零食店嘛 第二是看台電還沒有封錶 所以說現在是零食店 這就很麻煩對不對 日後它封錶之後 是不是還是這個狀況 不想得了 因為台電側送過來 變電之後送到客戶 其實它的硬體設備基本上就在現場 就等到說正式送電的時候 還是不知道 還是這樣子 那真的 譬如說高壓2萬2千8000 然後變低壓的時候 它那些設備基本上就是低壓室 如果說是因為它們配置不當或施工 造成今天這個狀況 不曉得 所以說它封錶之後 台電一樣是送高壓2萬2千8000 那你在轉換低壓 如果是我上述剛剛講的那個問題的話 那有可能變成還是一樣 好 謝謝阿比 好 那以上是我們這次的節目關於燕屋 這次我們不但是我們自己去的現場 然後我們也自己開的團購燕屋的說明會 然後一直到花了好幾天的時間 去把裡面我們驗了幾十戶 報告啊 記錄啊 全部都已經統整出來 在我們驗屋中 所以阿比他的要求下 哇 它很嚴格 但我覺得這個後面可能沒有那麼容易 卻是一定可以要求 建議的話就是 啊 拜託其道人 盡量可以按照我們的建議 去給消費者一個保障 還有一個重點是 我們是300多戶裡面 大概二三十戶 這麼多戶 幾十戶 再跟大家做一整個分享 也是為這次做一個紀錄 那未來希望我們做團購的燕屋 都可以有這樣的紀錄 讓大家在燕屋的過程更放心 或者是 因為有拍影片可以多一個保障 我覺得也是值得分享的 那這一次也很特別是 保家旗下的產品 大家是最擔心的 那這次也實測給大家看的 當然相對合理的價格 或相對評價的價格的產品 會擔心會害怕的 那也沒辦法 就是按照自己的預算做選擇 好不好 希望今天影片對大家 是有一些參考價值的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訂閱追蹤我們的IG 任何更多的問題 歡迎底下留言 大家可以良善的交流 那有任何關於 厭惡的問題 智慧家庭 網路工程 出師機 室內裝潢什麼的 可以直接找我們LINE ADD 會有比較及時的客服 那想要支持我們拍更多影片的 歡迎購買LINE貼圖 還有訂閱我們的會員頻道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